文树山野,提起《创业时代》,这部所谓职场剧,已经引发了无数草点,比如,职场剧这一点也不职场,男主黄轩的傻白甜人设,还有令人震惊的周一维红内裤。 而安基拉贝比,当居无愧是其中最大的一位,她饰演的是一名高级投资经理,人设是不折不扣的女强人,虽然我们心中的女强人,气场是强大的,走路是带风道。 可安基拉贝比学鬼异地把精英女boss跨界变成迪士尼堂老鸭,仿佛背景音乐是,我们一起学鸭走,一起嘎嘎嘎嘎嘎,在表情管理上,安基拉贝比的水平演绎如既往的稳定,无论内心多么波澜壮阔,却依旧能凭借面她演绎什么叫面无表情。 无论开心还是难过,她的眉毛永远是八字眉,用实力演绎没有办法,无论幸福还是被伤,她的眼睛永远瞪得大大的,被男友戴绿帽子,愤怒到瞪眼,男友中至高的会议,无奈到瞪眼,男友求和好送礼物,傲娇到瞪眼,被好姐妹对的时候,眼神和美貌也是一副不知所云的样子。 此时此刻,她却十分怀念十年前的如瓶和小燕子,林依实在搞不懂,安基拉贝比为何总是万努力,自律,挂在嘴边。 虽然,她G203的被曝光不敬艳,比如,普通的眼药水已经无法实现哭戏,只有上催泪棒,才能艰难挤出一点点泪。 无论是参加真人秀还是拍戏,只要面对美食,她都能保持着绝对的自律,仿佛在吃空气,而且津津有味。 她曾说,拍戏时即便没有自己的戏份,也会待在片场,因为做人贵在自律。 可令人不解的是,当有自己的戏份时,自己却不在片场了。 怪不得面对铺天盖地的吐槽,有人同情她。 阿基拉贝比,这次真的努力了不少,没有用抠图,本人也到现场了,还没用配音。 身为女演员,阿基拉贝比,其实也挺有野心的。 2003年以模特身份出道,2007年转型做演员,她的演艺道路,可以说是一路探图。 毕竟和黄百明,刘德华,梁朝伟等大咖乐队首席,也受过王家为何时刻的言传身教。 一向坦诚的梁朝伟这样评价,安基拉贝比,她充满惊喜,你要土豆,她能给你个西瓜。 即便资源和机会无数,可在她眼中,自己还是一个命途多船的女孩儿,否则的话,早就是坐拥金马金线金基,百花金英白月蓝以后了。 这可不是说说完的,毕竟在影后之路上,她已经拿下百花奖最佳女配,实现了人生的一小步,零二无独有偶。 不久前,迪丽热巴也斩获了金英奖,尽管,她的竞争对手是源泉,刘涛、樱桃、杨子,在得知自己获奖的一刹那,热巴先是假装惊喜,然后释怀,最终一副实质名归的坦然。 她用实力演绎了什么叫影后,可观众并不买账,漂亮的李慧真豆瓣评分,瞬间跌落至3.5分。 你看,这个世界还是有一支标识的,无论资本市场如何粉饰太平,颠倒黑白,当一群人在大言,另一群人在疯狂大吹时,我们也愈发清醒理智,愿意去犯怒地借用和表达。 可是,我们的贩怒,在有些人眼中,却成了失败者的过躁。 比如管小童,在一次电影节活动中,她被任命为青年演员代表,面对记者,她怒对了网上质疑自己演技的观众。 我们都在努力进步的,可能大家看不到,但是我们确实一直在努力的,如果非得天天质疑的话,还是先看看自己吧。 有些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,至于现在每天在网上整天质疑,这个质疑那个的那些人,他们每天做成什么样还不知道呢,干嘛还质疑别人呢? 她的发言底气十足,质疑有声,导演让所有人被她的自我认知水平,惊呆了。 你看,我们的贩怒,在他们眼中,是站着说话不腰疼,是自己混得不好还要去酸别人,一言以蔽之。 You can you up, no can no baby。 你塞那些口口声声,控诉自己真的很努力的明星,演技为什么还是那么烂呢? 或许,他们对努力的理解,和我们是不一样的。 别人的努力,是苦其心智,老其筋骨的毅力,是壮事断万般的决心,是身更多年心无旁骛,苦学和苦恋,是黏膜一剑,只味道就谈上一分钟。 可对于关吉拉贝比,迪丽热巴,关小童这样的明星来说,他们对努力的理解,或许,是乖乖待在剧组,不口图,尽量少用替身但还是离不开,是少得认真把剧本独熟,而不是本熟。 起码这样不用对着演员,数一百二十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七,是为了演戏,偶尔熬眼耽误了睡美容觉,轻微受伤比如皮肤擦破皮,就可以发通稿说自己很敬业。 突然想起陈道明在采访时,说过一段话,是啊,这个时代,努力的标准,是不是越来越低了呢? 零四什么才是真正的努力呢? 在王传君眼中,努力,是一种男性儿,还是,我不是要神奇间,为了呈现吕受益受到脱向的程度,他一天做八千次跳绳,连续坚持了几个月。 对张子怡来说,努力,是写在脸上的狠劲儿,为了演绎一代宗师,中的公家六十四首,他在练功房备受折磨,这部电影纪录片中,处处重斥着练功时的惨叫声。 可是,对于任祖戏来说,努力,是无能为力,在我就是演员的舞台上,即便大家被他精湛的演技所折服,可他依旧急切地向大众推销着自己。 我看到很多好剧本,但他们不来找我,我想告诉他们我演得很好,你们可以信任我。 身为画剧演员,他出演二百场画质,共计删自己的一千五百个耳光,因为热爱和尊重演员这一身份,他是完全把自己交给舞台的。 可对于其他流量小花来说,别说闪耳光了,估计轻轻打一下,踏实精致的面孔都有可能歪吧。 最令人绝望的,是任素希,已经三十岁了,就像超街所说,他已然错过了女演员最黄金的十年,他需要很多很多的幸运,才能跟流量小花们拥有平等竞争的机会。 可是,没有流量和话题加持,哪里来的幸运? 这个世界的规则,是资本始终留下那些华众取宠的人,然后劣币驱逐良笔,最后留下一笛鸡毛。 零五仿佛尼尔·波兹曼,在娱乐至死中的预言已然实现,我们终将毁于自己热爱的事物,人们过度追求流量而集体堕落,而抬挤了真正的有能力的人,是安基拉卑鄙们的狂欢,造就了任素希们的孤独。 而这种孤独,是对那些真正心怀诚意之人的亵渎,庆幸的是,那些侮辱智商的表演,很难再打动我们,流量变现越来越难,而专注于品质的人和事,欲发赢得这个世界的尊重。 而人群,也开始向真正有诚意的作品聚集,就像当年人民的名义作为证据,却拥有流量大剧的热度,而演习攻略,如异传等功斗剧,也更加尊重,还原历史真相,达到了应有的质感和水准。 所以,我也会开始相信,好演人的春节或许会迟到,但绝不会缺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